現在回應的問題是,有人被趕邪靈時,很多人都否認 否認時,即是有防護機制,即是他很怕 這個在副道都會發生的事 當有這種情況,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第一,讓他盡量覺得舒服、平安 我們不特地要解僱他的事,我是祝福他 你可以問他,你自己也說有邪靈 你自己想不想得到釋放呢? 你覺得那個問題有沒有影響你呢? 讓他自己有動力 如果他在過程中,譬如他想釋放 他逃避某些問題,譬如說,一個例子 他就想釋放,不過他就逃避我生我的丈夫 他否認他生氣,那時候邪靈拐不出去 這樣的時候,我們可以用聖經教導 今天我也會講關於提升人的靈 以及關於罪的影響 其中,在約翰科音第五章 我們有講到耶穌和三十八年癱瘓的人 醫治之後,他就說你不要再犯罪了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就是會更厲害 我們可以引導他告訴你 有時候我們的犯罪、負面思想都會影響我們 我們能夠正面面對處理,是對我們最好的 你想不想能夠正面處理 即使用令他舒服的方法 讓他知道,如果你正面處理 你反而能夠更容易處理到 如果帶一個人堅持,他什麼都否認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就是幫他引導他,每天都讚美親近神 引導他自己慢慢認罪,慢慢處理生命 他真的不肯,但如果他願意在過程中 你想不想,你有這些情形影響的時候 你想不想被釋放 他說想的時候,我們就解釋給他聽 就需要所有負面的思想 對人,所有人和人的關係 有什麼負面的都要處理 讓他知道要處理 他知道要處理的時候 可能他開放的程度會這麼高 這一種不開放就是他的罪或者困難 另一種不開放就是對於性靈不開放 對於性靈不開放的人是比較難趕邪靈的 就是跟他趕邪靈沒有什麼反應 這樣的時候,你就暫時不要趕邪靈 叫他讚美一下,敬拜讚美 讓他投入,經歷聖靈更多,享受神更多 然後才去趕邪靈 另一個因素就是跟人做釋放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就是我們本身的聖靈因高加強 就是更多祈禱 找多些弟兄姐妹一起愛慕神 來享受神、日神的同在更加強 那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說,如果有一群人一起趕邪靈 我自己就覺得最好就是用 愛慕神和享受神的方法祈禱 而不是只是唱詩歌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會比較多 就這樣唱一首歌,唱一首歌,唱一首歌 那唱詩歌是好 不過呢,他唱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心靈去愛慕神呢? 因為愛慕神,神的同在就強 這樣唱不一定強 所以不只是我們一起唱詩歌 而是我們一起整個心靈愛慕神,享受神 相信神在愛我們的祝福,我們的心態去唱 或者是親近神的祈禱感的時候 神的同在加強 所以趕邪靈的另一件事 重要的就是這個聖靈充滿的程度 聖靈因高的程度 這會影響趕邪靈的情況 越是聖靈充滿越強,趕邪靈就越容易越快 唱會